膝关节退化不再是年长者的专利 复健科医师在门诊的时候发现 在接受振波治疗当中 患者年龄多集中在36到65岁 但是在36到45岁之间的患者 就占了27% 尤其是长期姿势不良 也让复健科求诊的民众 有年轻化的趋势 最常见到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三个 一个就是红肿热痛 那再来是沉浆 早上起来关节很僵硬 那活动活动又舒服了 可是如果又休息一下 要开始动又开始痛 那第三个就是活动的角度受限 可能会卡卡的这样 复健科医师表示 提早膝盖保养更为重要 同时结合复健医疗运动指导 还有营养摄取等等的方式 提早预防早退化关节炎 我们将医疗运动营养这三方面 做一个很强大的结合 那我们在医疗的部分呢 会给予这个再生医学注射的 一个PRP的治疗 那等到病人呢 他的疼痛下降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可以导入的是 游滑运动的一个运动团队 那这个目的是要找出 我们错误的一个动作模式之后 给予矫正 那有好的这个动作模式 就可以预防将来再复发的机会 那同时还有一个营养 那我们有好的营养 就是均衡的营养摄取 也会提供我们这个再生医学 修复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膝关节卡卡年轻化 除了复健医疗运动指导 还有营养摄取 三招预防之外 现在医师也透过了 PRP增生治疗来改善疼痛 修复组织提升关节稳定性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